再关心房价议题了 距离台北市就一桥之隔的新北第一环 现在几乎是蛋黄化 越来越多的行政区房价天花板逼近三位数 实价单独显示三重三河路三段的预售案 单价来到每平98.1万 创下去域史上新高 要跟永和新店林口争抢继板桥之后 新北第二个百万房价行政区的行列 创下去域史上新高 也是三重首建九字投交易 近期更疯传三重离单价百万元只差一步 方仲分析因为三重与北市井一桥之隔 临近捷运三重国小站 生活交通竟能成熟 且本身属于小评书物件 都因此充高成交单价 至于这次这个新案 它其实临近知名的人意重化区 那这个区域来说 其实蛮多的新案都已经拉抬这个区域身价 如果具备一些景观的功能 或是具备一些捷运的机能 或是一些在这个居住氛围上面 相对之下比较单纯跟干净 而有别于旧市区的状况来说的话 都会有利于它未来房价的发展 目前新北市板桥区 单价已突破百万 而下一个破百的行政区 在哪里也备受关注 专家就点名 永和新店三重领口最有可能 目前都已经出现单价九字投的记录 如果说是新北市有一些近来还不错的地带 它可能享有一些生活的宜居性 乃至于它有一些名气 甚至它已经是一些高价的聚落 可能就会有价码上面超越台北市的情况 运售案价格创新高也带动房市三税表现 土增税 汽税 个人合一税等房市三税 8月税收都呈现年增格局 其中房地合一税8月 使增新台币71.5亿元 创历年同月新高 年增高达8成2 创13红纪录 不难看出今年售屋的屋主房价增值可观 也缴纳了高额的房地合一税 不过仲介业者发现房市涨幅已经逐渐趋缓 在政府打炒房 供料双掌等议题 都已经让业者放慢扩张脚步 记者唐嘉宜 方绍晨 台北苍保导